最近非常火的偶像练习生已经播放三期了,不仅是因为张艺兴跟众多明星亲自当导师,更因为一百个练习生不仅有颜值,有才华,还非常努力,一百个练习生由一部分脱颖而出。 截止2月5日晚上8点,网友做出一个初步统计,人气最高的是蔡徐坤155万播放量,遥遥领先第二名的陈丽农,98年出生蔡徐坤的评级一开始就是A,主题曲EIMV播出后,处于C位的蔡徐坤,更是圈了一大批粉丝,小编就是其中的一个,练习生刚播出时, 蔡徐坤身穿蕾斯上衣出场,很多人记住了他,但是并没有非常看好,三期播出过后,蔡徐坤的实力加上高颜值,已经成功征服了小编,我只想说坤坤太帅了,张艺兴跟其他导师看蔡徐坤的录播比赛中说过,我要是女的就被你倒了,来自台湾的陈丽农,一开始就圈了一大批粉丝, 183的身高加上标志性的笑容,迷倒一大批粉丝,刚开始小编非常看好陈丽农的,但是农农的舞蹈基础差一点,评分等级也从A降到了C,农农加油,2000年出生的范澄澄自带贝是别人不能比, 姐姐范冰农更是在不同场合,给自己的弟弟加油,在练习声味播出的时候,就有一批忠实粉丝,小编也非常喜欢诚诚,但是范诚诚的表现还是一般,只有D的评分,诚诚加油,乐华娱乐齐,下的朱正廷,可能人气上比蔡徐坤差好多, 但实力真的不容小觑,在C位争夺战中,仅仅以威弱烈士败给了蔡徐坤,真的是非常惋惜,但是小编还是非常看好的,加油,乐华练齐声黄明浩, Justin暂时评级为B,他2017年参加韩国综艺Produce 101而为人所知, 也是一个富二代,黄明浩来自温州,在节目中穿的衣服被扒都是名牌,家境非常英时,粉丝们就开玩笑喊他假富贵,王子义BBT组合成员,跟蔡徐坤关系非常好,蔡徐坤C位挑选队员时,第一个就选择了王子义,王子义实力也非常强,表演失误被暂时评分为B, 不凡,2017年10月10日,以BC221品牌练习生身份,与其他成员共同发布单曲及MV, 如果你能感同我的身受,暂时评分为F,小鬼原名王林凯,参加过中国有嘻哈很可惜第二轮遭到淘汰, 小编非常看好他,现在他暂时评分为B,但是下一期小鬼凭借优异表现成功晋级A, 希望小鬼后面好好表现,加油!